怎麽看美股其實這一輪低位都抽星上來 西頭是否還是可以繼續轉一步 反彈去高一點的位置呢? 當然論反彈有這個機會 始終過去這麼多次你見到 特別這一次也是 美股也是那樣東西 落到去起碼有彈的話 其實它是有力彈的 所以你看幾個三大比數 譬如道指雖然暫時有少許受罪三萬五邊 但是亦都去挨近這些位置 都回到過去 譬如上個月的低位的樓上 而納幟也一樣 回到萬四樓上 也回到技術表面上去看 小小似一個箱底的項線位 這些位附近 所以你看到幾個指數 其實論彈是有的 但是始終我想後市 我自己對美股的看法 就是整理指數 當然個股個別板法 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在那 但是整個美股 始終我還是會有少許擔心 就是都覺得可能有個反覆 或者調整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講一句 雖然現在剛才提到 但上來是有一定的力度 但是如果現在這些位置 特別和之前那些高位計 其實三兩指數 論整體調整的幅度 其實真的不算多 但是其實市場裏面 特別是對美股的消息一面 我覺得又不是全面地那麼利好 雖然你說炒作 可能是好像你剛才說到 沒有一些所謂的制裁加大 或者小小的數據 又好像好一點 這樣令到美國的大問題上來 但是我想整個中線的隱憂 其實是未消退的 所謂的隱憂就是 一來美國的經濟整體的情況 雖然剛才提到 這刻的個別數據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指標 譬如債息那些 其實都還有少擔心 就是美國是有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因為你看到譬如最大指標 就是十年期和兩年期 國債的息差 其實現在都算是比較窄的 只有十幾二十點 其實一直以來 如果在三十點之一差距以下 其實幾意味著 大家對後市美國經濟的看法 是會有些擔心的 所以這件事來講 其實都要再看著未來的一些情況 那還有始終美國加息那樣的 雖然大方向是陳奧落定了 甚至乎 鮑威爾近期的講話 又講到可能今月都會加五十點 就是都給了一些管理 預期大家的 那但是究竟最終出來 是不是會是這樣呢 會不會再變呢 還是對到時的價值一加那一刻 對那個經濟的影響性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我想都沒有完全 在美股身上 那所以我想整個指數上看 三大指數來算 後市都還有個可能反覆的可能性 還有畢竟始終真的理論估值上講 其實講了很久就是三大指數絕對不是便宜 那而很多的企業業績 雖然過去這一段業績期 未算是非常之差 或者查不到 那但是 是不是還可以有個上調的空間呢 這個都是有點保留的 那所以我想整個美股 只可以說有機會走著反彈 那但是 你說那個勢是否真的能夠強化起來 再破爭再成呢 始終我到這一刻來講 都沒有太大改變看法 我覺得對整個美股的看法 都會比較小心一點點 嗯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 加息周期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們所說 會這麼英的進行 但是你自己這個 即是大環境之下 怎樣去揀股 你自己會覺得 說大家 哪些可能要避開 哪些會比較好一點 那 如果你說當然 是不是最終好像現在講到這麼英 其實剛才都講到真的要再往下的 因為你都知道其實美段書好 或者百威爾都好 之後不時都搬來搬去的 那可能這一刻 告訴大家 加到這麼英 可能下次出來講 要突然夾回都可以的 因為正如剛剛過去這兩個星期 早幾天就超級英 但是明明上個星期才剛剛開完議式會 那一刻都英了 但是都沒有這麼誇張 即是我想幾天裡面 都有這麼大的變化 其實大家都預料了 其實可能下一次美聯署右邊都可以的 即是這個我想 都是要不斷看的一個因素 即是始終他們都搬來搬去 那但是如果問到我自己來講 即是當然我覺得 是不是這麼英都好 始終都是走一個價值 即是無論你說 接下來五月六月 或者打後 加五十點二十五點 還是每次加 還是怎樣都好 起碼你預料了一段時間 你都會加的 甚至乎回到暫時 你看剛剛對上一次意識會議的那個 點陣圖 其實整體今年年尾 那個息率的中位數是這個 甚至乎有些去到兩里 那就是可以預期一點 其實怎樣都會有一定的加幅存在 那所以我想整天來說 再連上可能今月份 又有機會下一個縮調 那所以我覺得很明顯地 對一些金融類別的版塊 那些銀行股 無論美股也好 或者稍後可能港股也好 其實我想都是會有個 利好的推動 即是從細節版塊來講 我覺得美國那邊都是銀行類別 或者比較傳統類別的股份 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所以其實如果你看 剛才提到 論三大指數那個 就是走勢來計 雖然可能短期的彈力 有時候氣氛好 那些納指 科技股是彈力更強 那但是論 維置上看 其實傳統股譬如 道指這些 其實那個走勢是比較強的 那所以這個都反映回 其實有部分 因為本身金融類別的 戰略比較重 可能道指標指這些 那所以他們那個 就是表現會比較理想 那所以論版法來計 我覺得譬如銀行 金融類別始終都會比較強些 那而因為也都是 正正有加息的一個 預期性在那裏 那反過來說 那些科技股 我想就是特別 納指這邊 怎樣都要小心一點點 雖然剛才提到 可能一彈起來 他們會彈得強些 那但是始終他們很明顯 因為都是屬於增長類別的股份 那會很受累到一個 息口上升 債息上升 這些因素 那所以現在看來就彈得不錯 但是始終我想後市 就算不要說是否大跌 但是越來納指那個波動性 會比較大一點先